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5号下午来到了鸿海总部 郭台铭率重赢驾 台铭报道称 郭台铭跟妈祖颇有渊源 因为郭台铭的父亲曾带一家人住在新北市板桥慈惠宫 大阵仗迎接 魅州妈祖来台寻安 就到鸿海总部 董事长郭台铭一身喜气 率领公司夏浦一级主管亲自接驾 庙方更赠送两尊60公分高的妈祖和一幅画像给郭董 为美国设厂祈求好兆头 妈祖就像给我们集团的一个明灯一样 让我们大家能够明我们的心目 能够清除我们未来的坚持发展的方向 砰炮声震耳欲聋 郭董在一旁捂住耳朵 银神 宋神 摆鞭炮全都亲力亲为 魅州妈祖来台17天 根据庙方表示 郭董出钱又出力 从机票到上传费用至少两三千万跑不掉 事实上 郭台铭常年笃信关公最广为人知 就连鸿海总部内都有供奉 郭董更在2013年亲自从山西迎关公 事隔四年 这回特地到大陆魅州接妈祖联教 原因则是来自家庭渊源 郭台铭的爸爸曾经是带他们一家大小来住过板桥的慈惠宫这边待过一段时间 而当初住的厢房其实现在改建成了五路财神殿 也是他们一家人的发迹所在 从小郭台铭在慈惠宫玩耍长大 出社会后 鸿海事业版图越做越大 每年农历一月 他都会带着家人回庙里拜拜 这回亲自牵线成了美洲妈祖来台巡安 唯一经过的私人企业 不论是家族 私人 信仰都展现出郭董虔诚一面 据台湾媒体25号的报道 继8月有大陆渔船遭台湾海巡部门扣押后 25号再有消息传出 15名大陆渔民因所谓越界捕鱼 被台湾海巡部门带回台北港侦颁 报道称 新竹海巡队25号晚间发布新闻稿表示 当天上午接获渔民报案 只称在桃园永安外海约二十海里处 发现有大陆渔船所谓越界违规作业 海巡队立即派艇前往查击 该渔船见到海巡船艇靠近后 便驶离现场并一度抗争 但海巡人员跟进并强行登船检查 随后将大陆渔船闽失渔号 包括周靖船长在内的15人带回台北港 称依违反所谓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侦办 早在今年的5月6号台湾有关方面在澎湖附近海域 查扣大陆渔船时发射橡胶子弹 造成两名大陆渔民受伤 事发当日 国台办就此事表明了立场和态度 要求台湾方面立即严肃查处此事 尽快放人放船 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国台办发言人也曾指出 两岸同胞是骨肉兄弟将心比心 台湾方面应停止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来对待大陆渔民 保证相关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今天上午首度到台立法机构报告施政方针 相关的情况 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的驻台观察员陈赫南 请他来做一个介绍和观察 赫南把神交给你 好小丽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今天来到台立法机构 向立法机构就明年度台行政机构的施政方针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 应该来说 岛内各方对于今天赖清德来到立法机构都是颇有期待的 首先身为前名义代表的赖清德重返立法机构 台上台下恍然间着势惊飞 赖清德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还会像之前他在台南市议会一般的狂妄作为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曾经有多次高喊所谓台独的赖清德 是否会在立法机构内对于自己的政治立场有新的表述 能否为现在的赖清德行政团队的两岸政策打开新的局面 当然这个希望不大 可是各界依然也在观望 那么最后还有一部分的期待 就是来自于对于赖清德的施政能力领导能力的期许 换人做做看 兴许就能驳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这是岛内在推行了所谓民选制度20年后的一个思维惯性 更是一个所谓的民主的乌比思环 无用无奈也无解 赖清德火线接任行政机构负责人 所有的行政预算实证方针全部都推倒重来 严格来说也不算推倒重来 但是确实全部撤回 由赖清德亲自审议修改之后再送交立法机构 也似乎是有所准备不及吧 原本赖清德应该是在9月22号 也就是上个星期五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 并且进行报告的 一方面是国民党还有亲民党出手这样杯葛 另一方面的话是民进党内部评估以后 认为赖清德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故而同意台立法机构本会期的第一次会议 延后到了今天来举行 那么有岛内媒体就称 这应该是有了台立法机构以后 第一次因为行政机构负责人而产生的 延后会期第一次会议的情况 有人戏称 这赖清德的面子可不小 此时此刻已经无人关心 赖清德版本的施政方针和林权版本有什么区别了 要务实的往前看 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赖清德在他的施政方针中提出了 未来台当局要全力推动的六项措施和五大施政目标 同时赖清德在施政报告中还提出 在两岸关系上 他主张求同存异 希望以合作取代对抗 以交流取代为独 透过交流合作增进彼此的了解理解谅解和解 两岸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和发展 那么也再度的去强调了什么呢 蔡英文的那一套三部原则 而赖清德在念到这一部分的时候 罕见的全程用手指在讲稿上笔画 似乎是不想在这一部分出现错读和漏读的情况 而他自己的表态和之后去强调蔡英文的所谓三部原则 好像有媒体认为说存在着一些反差 但是作为一个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支持所谓台独的前台南市长 他今天在两岸关系上的表态 其实和蔡英文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有人说这前后可能有一些反差 但是恐怕更多的是叫前后的互补 而在做完施政报告后 赖清德接受了民意代表的质询 在清明党籍明代陈一杰询问赖清德对于两岸关系的表态时 赖清德表示 两岸互不隶属 他的理念一直没有改变 同时多次强调台湾已经是所谓的主权独立 昨天节目中我提到了关于底线的概念 今天的最后我要说的是原则 两岸互动是有原则的 原则不是拿来商量的 原则就是原则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一些观察和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言博士 小丽 好的 谢谢 国民党和清明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针对台立法机构8月底临时会 通过所谓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第一期特别预算重大瑕疵 联手申请所谓试线 25号上午在律师的陪同下 赴台司法机构立案 并要求先行冻结停止 所谓前瞻计划预算执行 不得拨款 招标 缔约等 以免发生无法回复损害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25号上午召开记者会 会同清明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共同提出所谓视线申请文 目的在于指出台立法机构通过的 所谓前瞻预算案 在表决过程中 剥夺所谓在野党民代 提案与一决预算的权限 申请文也指出 预算审议过程 也同时违反所谓台立法机构 直权行使法 立法机构议事规则等规定 具有重大瑕疵并足以影响其所谓合线性 国民党委托律师葛百玲表示 申请文同时请求所谓大法官 在做出本案解释前 先准与急速处分 立即行文通知台行政机构 应于正式解释文做成前 即刻冻结停止 所谓前瞻计划预算的执行 并不得进行拨款 招标 缔约等一切执行行为 在记者会结束后 两党民代直接前往台司法机构 提出所谓视线申请书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中国国民党行政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邱大展25号表示 因为现金不足 9月党工薪水恐无着落 党主席吴敦毅还在想办法抽策 国民党党产遭台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冻结 吴敦毅8月20号上任后 党工每月薪水约3000万元新台币 8月借由吴敦毅缴交的党主席 募款责任额1000万元 以及辛苦筹措2000万元 才得以顺利发放 9月底发行日将界 邱大展25号上午告诉媒体记者 9月薪水还没有着落 吴敦毅在想办法筹措 是否乐观还不知道 此外台法务部门所谓行政执行署 27号查封国民党松山区党部 以及位于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 与嘉兴街的国民党宿舍 邱大展说 以透过律师提出异议与停止执行 所谓行政执行署应该审拙 而非凡是听命所谓党产会 国民党27号也会到松山区党部抗议 明镜的24号召开党代会 身兼党主席的蔡英文 抛出启动所谓的宪政体制改革的震撼弹 在此之前 李登辉声称 要制定符合台湾未来需要的所谓宪法 两人一前一后齐场双簧 引发外界的关注 蔡当局的动作是否会朝所谓 法理台独一面劲倒 本次民进党党代会 以坚持改革看好台湾为主周 蔡英文在致辞中提出 她所说的改革 最受关注的就是所谓的宪政改革 宪政体制的改革 就是一个重点 这个议题 台湾社会已经有很多的讨论 不过两年前修宪却功败垂成 针对蔡英文有议题 推动所谓宪改 将投票权降至18岁 坚持所谓的台湾主体议事等内容 有台独分子大喊令人振奋 不过蓝绿民代并不看好 认为所谓宪宪门槛高 尤其最后需经民众进行复决 难度极高 虽然岛内独派一片欢呼 不过当天的党代会上 蔡英文并没有对未来的所谓限改 拿出什么具体的东西 但无独有偶 此前一天 前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 也发表了有关所谓限改的言论 这令外界质疑 这对在岛内被形容为情童妇女的政客 到底演的是什么戏 对此岛内著名作家王峰 24号在个人社交主页上发文 认为两人是在搞所谓的限改双簧 李蔡两人有关所谓限改的表述内容与方式 虽不尽相同 但却是殊途同归 只不过是想为台湾走向所谓独立 两人定做一个新的民主体制而已 是极其危险的玩火行为 因为这样的行径稍有不慎 就会朝所谓法理台独一面倾倒 一旦蔡英文当局的所作所为逾越了红线 将迫使大陆别无选择 发生战争危害两岸人民的安全福祉 相关体制改革话题持续发酵 24号台湾前安全会议秘书长苏启 出席相关活动时表示 台湾的领导人直选制度 让领导人的权力超大 责任超轻 领先就赢 造成助长民粹 恶化民主 没有所谓台湾共识及两岸共识 台湾领导人不受任何节制 自以妄为 言行不一 对两岸关系有五大伤害 而对于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 对两岸关系造成的冲击 该如何改变的问题 苏启则持悲观看法 他认为 现在台湾社会还没有这个能量 也还没积蓄到改善的能量 因为这要政党有意识来推动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 问题依然存在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民进党集民代陈明文和嘉义县长张花冠的陋间事件不断升级延烧 陈明文25号召开记者会 回击嘉义县长张花冠称 他将违请律师研议 对相关人等提出法律行动 对此张花冠则是透过发言人李亚珍代为回应 张花冠表示 这两天若发生自杀意外 一定是被自杀被意外 张花冠出席某活动过程中 遭陈明文强行搂奸 他事后抱怨 陈明文当时力道很大 很紧很痛 不舒服 因此张花冠赴警察局正式控告陈明文性骚扰 张花冠24号又爆料 陈明文不仅性骚扰 还出言恐吓 陈明文25号上午召开记者会 他针对搭监造成张花冠不适道歉 但也质疑张花冠说辞反复 行为令人匪夷所思 陈明文表示 张花冠一直在做亲痛仇快的事 影响民进党的团结 陈明文说 他将自请移送民进党连政委员会调查 且拟对张花冠采取法律行动 陈明文宣布将辞去民进党 选举对策委员会召集人职务 希望风波尽快平息 对于陈明文的说辞 张花冠表示 不想再针对此事响应 而是继续专心宪政 对于陈明文提出要采取法律途径 他的立场就是法庭见 在法庭上把事情说清楚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5号 大本中奖组委会为方文山颁发了2017年度 大本中奖中华诗词国际推广爱新大使荣誉 由知名投资人郁明朵为方文山颁奖 郁明朵表示 方文山在华文诗词写作方面造诣颇深 作为中华诗词国际推广爱新大使 当之无愧 据了解 大本中奖是全球范围内杰出青年和优秀品牌公司 以及其他各方面评选的权威奖项 大本中奖目前下设个人奖 企业奖 金独角授奖等 被誉为全球精英青年领域的达沃斯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由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赞助单位 G20杭州峰会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务指定产品农夫山泉赞助播出的海峡舞报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朝鲜外物相李永浩当地时间25号 在纽约表示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向朝鲜宣战 朝鲜将有权采取包括击落美军轰炸机在内的反击措施 美国白宫当天表示 美国并未向朝鲜宣战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美国没有向朝鲜宣战 认为美国对朝鲜宣战的想法是荒唐的 桑德斯强调 美方在半岛核问题上的目标未发生变化 仍继续寻求和平实现半岛无核化 桑德斯还说 美方目前寻求尽可能的通过最大化经济施压和外交施压 实现这一目标 当天早些时候 朝鲜外物相李永浩在纽约举行新闻发布会说 全世界应该清楚的记得 美国首先向朝鲜宣战 朝鲜将有权采取反击措施 其中包括击落即使不在朝鲜领空内飞行的美国轰炸机 美国国防部23号说 美军多架战略轰炸机 当天在战斗机护航下 致朝鲜以东水域上空飞行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达纳怀特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是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进入21世纪以来 飞抵的非军事区最北端 显示了美军对于朝鲜鲁莽行为的高度重视 此次飞行也意在表明总统特朗普有很多军事选项应对朝鲜威胁 好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据墨西哥民防部门当地之间25号透露 本月19号发生在莫雷洛斯州的里市7.1级地震 已造成325人遇难 其中墨西哥城186人 目前搜救工作依然在紧张进行 墨西哥公共教育部25号表示 当天墨西哥城已有103所学校恢复上课 不过仅占到了因地震停课的学校总数的1% 据了解 本月7号和19号的两场地震 共造成墨西哥至少1万所学校校舍受损 其中400所需要彻底重建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不顾多方反对 于当地时间25号举行独立公投 对此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通过多项决议 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反制库区独立公投 其中包括要求总理阿巴迪 重新将安全部队部署到库区行政范围外的争议地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5号 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对当天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 可能引发的动荡表示关切 认为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尔德地方政府之间 悬而未决的问题 应当通过对话和建设性的妥协得以解决 据共同社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5号傍晚召开记者会 宣布将于本月的28号召集临时国会 并在临时国会开幕之时解散众议院 提前举行大选 预计各政党将于10月10号进行选举公示 10月22号进行投计票 受森友学员和家计学员等丑闻的影响 安倍内阁支持率此前一度跌破30% 日本媒体指出 安倍选择在9月底临时国会开幕之际解散众议院 是防止赛野党在临时国会上就这些丑闻对他进行追究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感谢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17思路品牌万里型的消息 当地时间25号 媒体团来到了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 塔林最早建于13世纪中叶 在历史上 曾经一度是连接中东欧和南北欧的交通枢纽 因此也被称为欧洲的十字路口 如果您想在北欧寻觅中世纪的风光印记 那就一定要去爱沙尼亚的塔林老城看一看 塔林老城是北欧唯一完整保留了中古世纪风貌的城市 在199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我身后 这些建筑处处散发着甜蜜而又浪漫的气息 让人迷失在中古世纪的遗风当中 初到塔林老城 第一印象是干净整洁 大街小巷几乎都是石板路 无论是建筑还是街道都十分的赏心悦目 相比欧洲其他沧桑的中古世纪老城 塔林并没有因为战火而失去色彩 反倒有一种童话般的浪漫纯真 让人眼前一亮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爱沙尼亚观光旅游 来自拉脱维亚的导游杨康龙告诉记者 中国游客的暴增 让中文导游成为了这里的强手货 2017年中国的游客是特别多 所以也可以说现在导游会说中文的当地的导游 明年会不够 一首茉莉花瞬间拉近了爱沙尼亚和中国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爱沙尼亚旅游 中外文化的交流也将越来越热络 这也许正是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扩大所带来的效应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重庄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感线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感线官方微博 和东南卫视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